今天凭这个场地 我们拖挖机就来回拖了五六趟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慢慢的往下面看 之前我们挖的建房场地 现在东家把这个房子已经建好了 修的是一个小型的山河院 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凭这个场地 顺便要在这个边上要到个宝坎起来 因为这个边上你这个路差不多有个一米多高 这里就必须要到个宝坎起来 最开始东家的意思在这个边上用砖去起来 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用砖去起来 管的时间不长容易涨垮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混泥土倒起来 这个地方泥巴有点多 我们把这个多的泥巴挖上来 把下面挖够两米多宽 我们挖机能在上面操作挖基础槽就行了 大家注意看这个前面有个庄庄 这个庄中下面是一个天然气管道 是那种入户的管道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到底是怎么走向的 所以我们在挖的时候都特别小心 虽然说这个是入户的管道 但是挖坏了也挺麻烦的 我们在挖的时候就特别的小心 一点一点的挖一点一点的跑 之前我们挖过天然气管道 知道这个管道在最上面的一层搞了一个标识 只要我们轻轻的挖挖到那个标识了 不往下挖 基本上都不会挖到下面的管子 我们大概只挖了四五十公分深 基本上都挖到那种老土了 我们就没有继续往下面挖了 好在这个中途我们没有挖到管路 保坎的基础槽我们挖好了 就把挖机开上来 把上面这个泥巴晒一下 现在我们到处的这个位置有个坑 我们把这个位置先把它填起来 因为我们挖机还要在上面搬混凝土 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场地先平整出来 我们挖机好在上面钢湖 上面的场地我们大概的平出来之后 就在这个角落这个位置挖一个坑 我们到时候好在这里搬混凝土 这坑为什么要挖到这里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材料上来不了 只能倒在前面路口那个位置 我们把坑挖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在挖材料的时候 要好挖一点 距离要近一点 所以我们就选择把这个坑挖在这里 在挖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个坑挖深一点 稍微挖大一点点 这个坑挖好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底部还有边上这个面 用斗斗给它拍实拍扎实一点 这样我们在挖的时候 就不容易把下面的泥巴挖起来 这个时候这个石子也拉起来了 我们就按照两斗石子 一斗沙的比例开始搬混凝土 我们这个斗是0.2方的 基本上要挖五斗才有一方料 一方料我们配的五包水泥 按照这个比例加进去之后 我们就直接开始搅拌 在加水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水泥灰和石子了 先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加水 这样就可以防止这个水泥灰起图 混凝土办好之后 东家说他屋前面的这个小地瓶也要倒混凝土 我们就先把这一坑料 把这个地瓶先给他倒起来 屋前面这个地瓶倒好了 后面的我们就把这个混凝土甩到这个基础槽里面去 先在这个基础槽里面垫一层水泥 水泥垫好了之后 这个边上不是有很多石头吗 我们再把石头甩下去 这样能节省一点水泥 这个石头也不浪费掉 石头甩完了之后 我们再在石头上面再盖一层混凝土 这个垫层基本上就是倒好了 垫层虽然我们倒好了 但是他们工人还要在边上织母 这个中间要耽搁一点时间 我们就把挖机突出去 在其他地方去干了一点活 当他们把磨制好了 我们再把挖机拖过来 这个坎子接近两米高 然后就制了两次磨 第一轮磨我们干完了 基本上没耽搁什么时间 中途来了一趟 我们把第一把磨倒好了之后 制第二把磨的时候 木工也有一点事情 又耽搁了几天时间 然后我们又把挖机拖出去 当他们把磨制好了 我们又把挖机拖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挖机来来回的都跑了三趟了 这个坎子越来越高 这个里面也就越来越宽了 然后全部倒混凝土起来的话 东家吃不消 我们就挖点泥巴 把这个边上保一下 这样我们在倒混凝土的时候 就可以少倒一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搬混凝土 这一层混凝土 我们倒一层混凝土 我们就要挖一点泥巴 把这个里面保一下 不然这个混凝土就会越倒越多 越倒越宽 我们把所有的混凝土倒完了 磨也拆了 然后这个中间擦了很多土 需要回田 然后东家又跟我们指定了一个地方去取土 这个时候我们挖机又来回的拖了两趟 把所有的泥巴挖到位之后 我们把这个场地大概先整平 整平了之后 东家说这个角落这个位置 要跟他挖一个花混池 因为他这个地方比较窄 后面又没有地方挖花混池 所以只有把这个花混池选到这个位置 工人们把这个花混池搞好了 今天才是正式的来平这个场地了 看到这里老铁们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些壶 盖一点壶要等个一两天 两三天 甚至时间更长 你说挖机停在这里等吧 又不划算 所以中途外面用河我们就拖到外面去干河 这样来来回回的这一点河 我们差不多挖机就拖了五六趟 真的是连拖拖汇就不够 这个河从最开始拆房子 挖无际 挖机坑 到混泥土 等等从头到尾 东家都是喊着我们挖机 所以后面这一点小活路 你说按其不加算吧 感觉又说不过去 所以后面这一点活我们该吃点亏就吃点亏 好了老铁们 所有的场地都停完了 然后我们也该压的压了 这个花混纸的位置我们就没有压了 就用斗背轻轻的拍一拍就行了 好了老铁们 今天这个活就正式的结束了 谢谢大家